德国牧羊犬咬人厉不厉害 德国牧羊犬是很多人喜欢看家护院所使用的 网上有一种传言 那就是德国牧羊犬性格已经落化 完全看不了家 完全护不了院 今天咱们就做一个测试 上一期咱们测试的是战骚 战骚不愧为东方猛犬 战斗力非常强悍 想看战骚表现的请看上一期 今天咱们测试德国牧羊犬 看看它护卫能力究竟如何 待会儿让这个小伙子拿个大木棒去打它 看看它会不会反抗 话不多说 开始测试 出发 这个小伙子他不认识这只德国牧羊犬 德国牧羊犬也是第一次见它 看它面对陌生人的竞沟究竟会做何反应 用力 德国牧羊犬明显熟掉了 不断的退让不断的退让 德国牧羊犬彻底怂了 这样我让另外一个人来摄影啊 因为我是主人 狗主人在这边 这只狗可能表现的有点顺从的感觉 我换一个人摄影 我离开运动场 现在狗主人不在跟前 咱们看看德国牧羊犬会如何表现 面对陌生人的进攻 这只德木 感觉表现的比较淡定啊 也有点害怕这个陌生人 说实话就它这种表现 要看家护院是完全不现实的 家被别人搬空了 这只德木估计都不会咬人 还有你吗 哈哈哈哈哈哈 其实德国牧羊犬 大部分看家护院的效果是非常一般的 但是换个角度想一想 如果狗真的伤人了 你承担得起吗 现在狗随便咬别的一口 就是几万块钱 养一只大狼狗向下陌生人 还是可以的 但是真的指望它 看家护院的话 那是不现实